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二百八十集 媚娘了结了这段心事 这才转而问裴言 相公来此有何要事啊 臣 裴言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张纸条 却已无话可说 还有什么可证实的呢 太后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明显吗 一边改旗一帜 一边大肆提拔亲信外妻 跟昔日阳间是如出一辙 这个女人是真的疯了呀 不 是这个世道彻底疯了 媚娘见她不言 便主动开口 朕这帮亲戚的官职早已拟定 在袁万景手中 有劳相公尽快安排一下 哦 还有 朕听说温州瓜州 相继爆发洪水 淹死百姓数千家 毁坏防射无数 你们要及时救灾 切莫苦了百姓啊 难得这片爱惜苍生之心啊 不过那究竟是谁的百姓啊 是大唐百姓 还是你武士天下的百姓呢 裴妍内心茫然 随口应了一声 愣愣而退 走到殿街下 她不禁回望这座大殿的心扁 武城 武城二次不仅出于上书 也和太后之幸 武城武城 岂不是武士将成就天下之大业吗 还有这座雄伟的洛阳皇宫 改名太初宫 太初者一切之更事 太后何曾隐晦呢 这不是明摆着 要开创一个新的王朝吗 包括天皇在内 世间所有人都小觑了美娘 其实她从一开始 就不仅要当旅后 裴妍终于看清楚了这一切 可是她懵懵懂懂走到今天这步 不至为武士夺权的第一功臣 早已进退诗句 究竟该 何去 何从呢 八方各一气 千里 疏风雨 正当洛阳沉浸在一片改制革新的浪潮之中 遥远的扬州 却平静如常 大唐天下三百余州 大多是南北朝以来逐渐划分出来的 唯有少数几州历史幽远 传说 大雨治水之后将天下土地分为九州 扬州即是其中之一 与共有云 棚里寄株 养鸟幽居 三江寄入 镇则底定 小荡寄夫 绝草为妖 绝木为桥 绝土为土泥 绝田为夏夏 然而 这片泥沼贫瘠的土地 自东汉以来日益薄星 三国之孙权 最先立国于此 后又有 晋 宋 齐 梁 臣 五朝更迭 相较于北方五湖十六国的战乱 南方文教昌明 百姓乐业 富数 逐渐逾越北土 隋朝一统天下 杨广 曾三下将都 以一条运河将扬州的繁华推向鼎盛 唐朝定顶之后 设立扬州大都督府 下辖 阳 厨 长 润 和 宣 摄 齐州 还将其作为淮南道的治所 经过这些年的蓬勃发展 如今的扬州 已不仅是朝廷统治东南的重要诚意 更是商谷云集 物产丰富 文艺惠璀 佛道兴盛的大都市 不仅为关中供奉粮食 还通过运河 将铜器 丝绸 藤席 秘菊等特产 输送至大唐的每个角落 尤为难得的是 相较洛阳和长安 扬州在繁华之外 更多几分安详和自由 天子山高路远 任凭朝廷有什么 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 过好自己的日子 才重要 故而 在这皇位交替 大兴改制的岁月里 扬州 依旧是平静祥和 士农工商各司其池 除了城头的旗帜 由红色换为金色 并无异样之处 适逢九月 秋高气爽 正是郊游的好时节 不仅扬州本地人 携旗夭游 赏完美景 就连过路的商客 积旅官员 也都纷纷出游 城郊的九四茶坊 盛有如云 高朋满座 或诗或歌 好不畅快 不过 承西有一座酒楼 此时的气氛 却异常地压抑 这是一座 非常出名的酒楼 称其为扬州 最豪华的酒楼 一步为过 不仅装潢讲究 周遭好山好水 更是一览无余 今天呢 整座酒楼 都被一桌客人 给包下了 开的是头等宴席 鸡鸭鱼肉 唐戏青虾 欠羹灵藕 烧黄二酒 真羞美味 摆得是满满的 可惜呢 赴宴之人兴致不高 有的哀声叹气 有的低头愁思 有的醋眉毒啄 更有人呢 连筷子都没动 独自倚着栏杆 眺望着远方 默默吟诗 西路缠声唱 难惯客思深 不堪悬殡影 来对白头银 路重飞难尽 风多响一尘 无人信高洁 谁未表于心 这吟诗之人呢 正是骆宾王 此诗 名曰 再遇永禅 使他昔年 贪赃下遇时所作 自裴刑前死后 他想尽办法 攀截权贵 无奈首相裴炎 对他不感兴趣 力不全选 将他任命为 临海县城 一来 骆宾王 世财傲物 自恃甚高 二来呢 又爱慕两经的繁华 怎甘心屈就于一个偏远之地的八片县城呢 干了不到半年 就自称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器官而走 然而 他哪是清心寡欲 干老林泉之人呢 过了不久 观心蒙动 到处寻觅固有 谋求其父 可惜 他数次反复 声名不佳 力不早就对他不感兴趣了 故而 找了几位朋友 都爱莫能助 郁闷之下 来到扬州游逛 却在此 遇见几个同样不得知之人 一手诗银吧 骆宾王扭过头 望着席上 一位年近六旬的长者 又不禁笑了 时也 命也 我骆某人 蹉跎半生 是患 不过七品 今日 竟有幸与朝廷众臣 聊到一处 也算是三生有幸啊 说着 他走到桌边 端起一杯酒 当兄啊 咱们 缘分不咸 我敬一杯 那长者 瞥了骆宾王一眼 甚是不屑 却又无可奈何 此人 姓唐 明知其 长安人士 他的父亲 唐角 曾任秦王府济世 是李世民的 绝对心腹 诊官之后 担任吏部侍郎 死时 追赠太常青 唐知其 因是功臣之子 本身又具才干 原本是平步青云 一直升到 郑无品的几世中 却不料 遭遇一场横祸 前程尽毁 只因他任职门下之前 曾任李贤署官 李贤被废 牵扯甚重 竟把他也糊里糊涂地 囊括在内 撤职流往岭南 直至宏道大赦 这才回到中原 重新受官 也只是给了一个 仓阔县令 若在从前 洛宾王这等人物 怎配与他喝酒啊 如今呢 是虎洛平阳 大半辈子的辛苦 完全白费 一切从头开始 那心里又岂能痛快呢 洛宾王见他不理睬自己 微然一笑 同事沦落人 这又何必呢 转而 他又向另一人举杯 杜贤弟 你乃名门之后 又侍奉过乾隆 该不会也瞧不起 我这寒威野客吧 那杏杜之人 甘笑两声 名门之后 乾隆之臣 我如今已经是 恶名远播 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喝 说吧 他便举杯与洛宾王 碰了一下 挂了下去 此人呢 原是东宫詹氏私职 杜求仁 他陪着李哲吃喝玩乐 是实情 但是指责他引导李哲荒淫 则未免苛刻 李哲本是浪荡子 何劳旁人出谋划策呢 杜求仁未尝没有 报效朝廷的壮志 可是呢 赶上李哲那样的主子 也实在没办法 故而他想把这位小祖宗 哄高兴将这几年对付过去 日后凭借着前邸进尘的身份 再谋一个好前程 无奈 二圣放他不过 还是将其贬为一线县令 以杨炯替代了他 不过 即便外贬 他也没有死心 毕竟他把李哲哄得挺美 皇帝应该不会忘记 说不定啊 哪天还会把他召回去 他抱着这一线希望 痴心苦等 结果却等来皇帝 废为庐陵王的消息 这下就彻底没指望了 自己网杯宁臣之名也罢 可悲的是汝墨祖宗 环水渡家 那是有名的书香门地 隋朝一带考中秀才者 仅十几人 他伯父杜正玄 父亲杜正藏 叔父杜正伦便独占三席 当年世林之人 对他们度假高山扬指 如今 脸面全都丢光了 凭借着现在自己的名声 这任一线宪令 恐怕就是仕途的终点 再上一步 肯定没戏 杜囚人对前程彻底失望 索性公务都不管了 整天是游山逛水 排解郁闷 洛宾王敬完这杯酒 又重新珍满 向今天酒宴的东道走去 相较其他几个人 这位请客的东道 年轻许多 还不到四十岁 他原先的官职也是最低的 然而在场诸人 却推他为首 处处透着恭敬 他丝毫也不谦让 这皆因他家世高贵 此人姓李 明静游 乃是英国公 太尉李济之孙 他的父亲 紫州刺史李镇 乃李济的嫡长子 在他踪脚之时就病逝了 祖父死后 英公的爵位 由他兄长李敬业继承 但他因为是功臣之后 也门引为官 先当了几年亲尉 继而受任周治县令 习乎他虽是降门之后 却远没有祖父的才干 是一个纹酷公子 担任县令以来 只知道吃酒赌钱 一切政务都推于属下县位 好在那个县位 是一个得力之人 万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故而朝廷明知他不称职 却抓不到把柄 又碍于他祖父的威名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本来这种日子呢 还可以混下去 不料随周白铁鱼造反 事后天皇为了防危杜剑 下令核查官中 所有地方官员 这下他蒙混不过去了 种种玩忽不法之举 都被揭露出来 立刻被免官 不过呢 李敬游也没把扁官当回事 他本来就没什么 试唤欲望 只想逍遥快活 反正家底阴试得很 哥哥呢又在朝中当太普少卿 吃喝不愁 万事无忧 乐的是无官一身轻 越发的是酗酒赌博 到处风流快活 可惜 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 很快便传来消息 他的哥哥李敬业 因触怒天后 外放为梅州刺史 最近又被贬为柳州司马 李敬游终于是乐不出来了 开罪那姓武的女人 岂是闹着玩的 这样下去 他们李家岂不要没落吗 哥哥的高官显直没了 日后谁照着他在外边 作威作福呢 故而 李敬游 探听兄长消息 来到扬州 请李敬业赴任柳州之前 过来盘缓几日 一来续续手足之情 二来也顺便商量一下日后的打算 但是 他酒足之情难改 又一肚子心事 抄起酒不是一杯接着一杯的罐 兄长还没到 自己已经是喝得伴醉 若非身边有一个老仆好言相劝 只怕这会儿啊 早就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洛宾王见他喝得醉眼惺忪 这杯也不必再敬了 他仰着脖子自己喝干 把酒杯往桌上一拍 叹而作歌 大道隐兮 礼为机 闲人窜兮 降待时 天下如依稀 欲何之 唐之奇听他 竟以孔圣人自诩 越发不以为然 正百无聊赖之际 胡听远处 一阵急促马蹄声 洛宾王举目希望 果然远处奔来一计 马上之人朝他们挥手呐喊 说来了 英国公来了 此人 乃扬州士曹参军 李宗臣 颇有几分才感 却与顶头上司 陈景之不睦 混得很不如意 以他的地位 本来不义结交京城的高官 但是这会儿 众人进阶失忆 他倒是冲起豪横 凭手中之拳 没少照顾唐之奇等人 跟大伙打得火热 只是这一声呐喊 楼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整理衣冠 匆忙下楼 列队迎接 虽说李敬业一再贬观 毕竟英国公的爵位尚在 仍然是响当当的名号 无论在朝中 还是军中 都有很大的威名 过了片刻 又闻 链铃声大作 一到远处 池来两计 是两个身高八尺 相貌凶恶的大汉 众人时的 那是李氏的两员家将 维超和御池昭 昔日曾随李记远征高丽 充任护卫 紧随其后的 是十几个造衣骑马的仆役 一个个气宇宣昂 体格见说 明显是航武出身 想必皆是多年 跟随他们李家出兵放马的心腹死士 再往后是一群步行的家童 护持着七八辆马车 载着各类家私物件 正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 通体雪白 无半根杂毛 骑马者 年近五旬 身穿锦衣 头戴五变 生得身材胖大 形貌堂堂 一副浓密的长须 散满胸膛 昂手挺胸 屁腻四顾 正是世袭英国公 李敬业 明明遭贬折 竟还这么大的气派 这到底是名门公爵呀 众人自残行贿 都不由自主办了腰 说 卑职迎接来迟 忘功恕罪 李敬业早时的猪人 哭笑道 龙为落魄之人 哪去这么多篱数啊 说着他跳下马来 把江绳交与玉池昭 昂首阔步上楼 众人紧随其后 李宗臣欲腰围超 玉池昭同网 二将却连连摇头 就在楼门口插手而立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